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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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的是今天的第一组以曼财形式登场的选手 这个曼财呢在日本好几十年了啊 然后说到曼财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肯定会想起昌叔和子昊 据说今天这组选手呢也是冲着他俩来的 那么是不是给人家连着来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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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年轻啊 哈喽 哈喽 是一男一女的半财组合 是的 是的 还挺少见的 衣服有搭配过呢 大家好 我是宋王 我是植物油 好 我们是把蓝根 我们可以一起聚盘谱 如何让药道并除 准备要你们的氧气面罩 接下来的你们一段报笑 为什么想挑战昌叔子昊呢 是不是因为只有他们讲曼财在过来 我没得可挑战 不不不不 我们换了 我们换了 我们换李大航王建国在投稿大会第一季的曼财图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看了这个才知道曼财 这种艺术形式的 那一次是一个并不太好的尝试 那么希望你们能够比我们那一场表演圆好很多 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好的 好 3 2 1 请开始 大家好 我是宋王 我是植物油 我们是把蓝根 不知道大家在恋爱过程中有什么类型的呢 说真的属于那种舔狗的类型 你也舔狗 是啊 我也舔狗 真的吗 你舔什么狗 我比较喜欢舔拉布拉多位 不是这种舔狗 我是说我在恋爱过程中比较卑微 就是有女生说什么 你都可以为她做到这种吗 差不多啊 那你可以为了她舔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吗 做不到 那你就是那种说到 然后又做不到的 啊 长男 什么 你别搗亂我 真的很苦恼 我约了她出来旅游 但还没有找到地方住啊 我知道这家主题民宿 你觉得复古风怎么样 复古风可以啊 我很喜欢的 你就先来登记一下 哈喽 这是复古风啊 原始人了吧 有没有那种异国风情的 异国风情 对 异国风情 荷兰风怎么样 荷兰风也可以啊 滴 卡达 看我们的服务员都是荷兰人的 这河南风吧 我不要这种异国风了 有没有那种兴起有趣的 那换一个 嗯 未来主题 未来主题也可以啊 让你有种穿梭时空的感觉 哦 感觉也不错 你再去跟服务员打个招呼 哈喽 嗨 孩子 不是你的呢 什么未来啊 我们只是在还原 我们没有这种未来啊 那先生您相信星座吗 哦 我还蛮相信的 那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占星主题 哦 哦 先生 请把手放在我们的水晶球上 闭上眼睛 嗯 注视这个水晶球 走到了 哎 横姐呢 这样 这样吗 我看到了你的未来 什么啊 孩子不是你的呢 怎么又来了 而且你的孩子当然不是我的啊 可我是你的呀 这就是我的未来嘛 对呀 这太坦了吧 感觉不了就是接受他们 接受他们不老去死了 亲 你要 你怎么这么两碗啊 不要用这么帅气的方式自杀啊 这是重点吧 我先杀你啊 你拜 杰尼 谁跟你拜啊 今天叫你过来演这个的吗 给我跟评委道歉啊 二百高好 没人把你拜啊 那先生 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吗 是这样子 我约我女神周又一起出去玩 我想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景点吗 嗯 哎呀 可是周六下雨啊 啊 大雨还是小雨啊 鼓浪雨啊 你是在讲谐音梗吗 啊 没有啦 先生我是说您可以去鼓浪雨玩啊 哦 鼓浪雨上有很多那种文艺小酒馆 一到傍晚就唱歌吸引游客 让我们当起螺旋 请 你这样唱了吧 哦 不好意思 记错了 是吧 应该是 让我们当起螺旋 什么说唱啊你 了解一下鼓浪雨小吃吧 啊 印度飞饼怎么样 印度飞饼 就是一个印度人啊 这样 然后他就飞走了 怎么还是说先讲啊 不过听说你们那边有个特别好的小吃 叫偶阿尖是不是 偶阿尖 对 偶阿尖 你走说呀我会做 嗯 偶阿尖 那我够了吧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两位 他们两个特别年轻 就扑面而来 这种年轻的力量 挺可爱 我觉得挺好 尤其有一种 呃画面感 应该是什么 就卡通感啊 或者中二感啊 那种那种动画感 我觉得挺好的 挺挺有观众员 谢谢 我就觉得是不是邪音梗有点多呀 其实应该说 我们有一个本子五分钟 全是邪音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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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孩子呢 装傻意的这个女孩子的感觉就是非常好 但我就觉得这个吐槽意的可能 有一些地方没有翻上去 发现你这一段里面整个一段 好像都没有把她的装傻放大的那种吐槽 这谐音梗部分 我们讲谐音梗 是为了有一天能不讲谐音梗 这个东西 最好还是不讲 就像每一个抽烟的人都想戒烟一样 我也想戒掉谐音梗的好不好 那么总体来讲 我对这段表演的感觉就是肯定是ok的嘛 这个我先打开了灯 但是这个好像没有亮 ok ok 非常ok 还还要磨练了 但是已经比我当时的那个表演好太多了 不敢说不敢说 不敢说 不敢说 好 我能听明白你们想写的那个笑点大概在哪 但是好像都没有特别演到点上那种感觉 装傻意的这个女生她的表演是不太精确 然后吐槽意的这个男生她的表演是不太坚定 你们两个很快乐真的是能感染我们 但是要记住你们毕竟是一个表演者 所以可能在表演你们自己也觉得很好笑的那个时候呢 你反而要还是要坚持自己那个角色的部分 我们也先待定 今天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好 谢谢 谢谢 这位选手呢非常的跨圈城 就是干短视频类的就 最近去年嘛 一军突起一枝不锈 也是一位东北的朋友让我们欢迎 老四 老四好老四好 我呢我叫老四 你一听我这个名就是 是够日子人是不是啊 我今天查的就是 要嫁就嫁老四人嘛 哎呀 我这么说话 你这模式没得更 是不是 讨厌 四四哥我听说好像就是跟忽兰的专场那会 是第一次接触脱口球吗 永远远 永远远 这个事我得忙 上回他整那个死心塌地巡回 我巡回也会不让 他 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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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兰啊 哎呀妈 对啊脚踏 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在哈尔滨让我被过去的吗 那得嘞 那四哥 有请 好 现场观众你们好 二楼的观众 谢谢你们这享受 对 特劉 Tip llev他们那个屋里没有二楼 平地的观众你们好 好 我呢就是说起初吧 我觉得这个短日评 这个离我很遥远 为什么说 我是一个快递员 我真是个快递员 但是呢我突然间 我有一天我发现李月勤 我发现他之后呢 我就鼓足勇气 我买了一个像不像好的手机 我就开始拍了 我拍了拍了吧 我就发现现在这观众的口味 就这一看男变女 女变男在学校门口喊不易烦 我刚开始起初不太懂 我就看别人咋玩这个东西 我就看直播 完了突然间有一天嘛 就是有个 有个女主播 反正长得还是算挺好看吧 完了我就给他刷几块钱 冲那礼物啊 刷几块钱 我刷几块钱呢 他就跳舞了 我就看这个 性价比挺高啊 性价比 完了我就问他呀 我说两个钱能表演啥节目 他说两个钱能翻跟头 我说那这活行啊 要这么得画 你看翻跟头 你得上二专剧场 你最少得画二十 我说这行 我就给他充十块钱 刷十块钱 刷十块钱之后 他给我翻三跟头 完了我就问他大姐 我说大姐怎么 充十块钱 你给我翻三跟头去 他说对啊 两个钱一个十块钱杀 我们现在手里给我搞活动 我大姐你以为我二啊 我家杀孩子 我老是 无以内加贷法 我算不明白吗 就这么 刚开始吧 对我就是在观察 始终我就在观察 我就发现有很多很多 其实我认为 中国不缺演员 真是 很多这个网络上的一些主播 演技都炸裂 那都得是甩小鑫 有好几条街那种的 你比如说那个个别户外这个 徒步的主播啊 就这样的事拿小手机来 你把手机立给我来 哎 户外的 推个这个二轮那手推车 拿手机这样路 老铁们 我今天就要开始挑战 徒步戏上了 我心里挑战徒步戏上 你说你往东走干啥呀 啊 完了之后他害你 老铁们 你看我看着 我车里啥还没有 我吃的水啥还没有 我要挑战野外这个 生存的啊 一点吃的不带 只有我这孙子 我心说你上西藏 你就去西藏 你装什么孙子呀 啊 完事呢 我其实我拍段的吧 我我我挺有底线的 这么个人 哎 我就怕啥呢 其实我拍段 我怕孩子看着 这是实话 因为啥 我怕影响孩子三观 哥们儿 取向啥的 我 我 其实孩子不知道这个事 我挺骄傲的 我说实话 完事那个 突然间有一天 孩子又问我 说长海是谁 我一拍大理完的 马虎了 老师也刷短视频 忽略这个事 没办法跟孩子解释吧 要孩子理解解释别 那就是说 哎呀 爸爸就是在家拍成人版的 扒着扒着小摩蟹 只能让孩子这么理解 没办法 谢谢大家 我老师 你刚才还有模仿 然后还有你 你也是有这种小段子 讲自己的一些观察 就跟直播什么什么 就短视频行业的好多东西 穿到一起 我就挺挺好的 但是就可能节奏啊 然后包各方面吧 跟你跟你所擅长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这个我说不好 这得让建国说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 你接着说吧 四哥 那个古大老师是这个意思 我给你翻译一下 他这个 他那个是那啥 那不是我们反正感觉啥呢 你可能表演称的有点长 你可能就删掉三分之一 然后梗呢 再比现在抱一半就完美了 就是个人的拙见 但是听我的应该拔成不处啊 我也干好多年了 应该还行 还行 但就是建国评委吧 哎呀四哥 你就行了别骚我了 反正就是其实这样的话就能更炸一点 有一个部分就是挺可惜的 因为就是您角色塑造的这个功力特别强 您其实短视频里的好多角色 今天这个段子里您反而没用 我觉得是有点吃亏 嗯 感觉看了一场不想停台的直播 想刷个小火箭什么的 总理而言 你就是四哥头回说说成这样是吧 那二回说那还聊得多 那三回说我假大讲 因为四哥给我转就受到压力了 反正四哥我是觉得啊 这个 真的四哥 然后呢四哥就是现在是一个可能待定的状态 你再接着写 别别就说这一回就完了好不好 嗯 啊 你这整整呗 整整呗 感谢各位老师的学校啊 影响我这个学了不少经验 你怎么讽刺我们呢 感谢感谢 拜拜 拜拜 拜拜四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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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 是一位我非常熟悉的 哇 你还没有 我还没有介绍完你 你就自己出现了 那么好吧 你自己介绍你自己吧 各位老师你们好啊 小峰是我们非常非常资深的编剧了 然后也很敬业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我撕第一名猝死的编剧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title不是很有必要 哈哈哈哈 建国你干嘛 建国你干嘛 我想你了 哈哈哈哈 因为以前我和小峰啊 在吐槽大会的时候是两个人搭档一组写稿子 然后写就其他嘉宾的什么的 我我没有小峰的帮助 我就工作变得很艰难呀 因为因为以前都是他来写我来挑哪些好哪些不好 然后就用了 现在需要我自己洗了 你知道我非常 我非常的痛苦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不要在什么抬钱幕后 你就老老实实跟我配合好不好 钱都让我赚就好了 你没关系的 你还年轻 那好吧 因为这种原因被淘汰 我有点说不过去 那准备开始咯 自己去一下 有请 耶 好 大家好 我是崇晓峰 刚刚说的我是当一个编剧啊 然后编剧也特别的忙 然后我自己就是工作也比较多 我基本上一天也就睡了大概三到四个小时左右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现在 所以现在的公司的同事跟我打招呼 就是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他们看到李丹会说 诶 诞仲 你好 他们看到建国 诶 建国 早啊 他们看到我 夏丰 活着 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做编剧虽然很忙 但是也有一些好处 比如说会经常看到一些明星 我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我就看到一个明星 易烊千玺 真的啊 然后我公司很多女同事 直到我去见他之后啊 我一回来 大家都围着我 说 哇 你见易烊千玺 你见到易烊千玺 本人你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能有什么感觉 心动呗 然后我们因为要更了解他嘛 我们就一起去看了他那一部电影 《少年的你》 然后里面有一个情节呢 是易烊千玺演的那个主角 他需要去赚钱 然后他朋友呢 就跟易烊千玺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你长这么好看 你出去卖就行了 我当场在电影院 我就没忍住 我买 我买 然后有一些女同事还特别嫌弃我说 就你也配 然后还看到其他一些明星啊 比如说看到刘谦啊 刘谦人也特别好 我们跟他采访完之后呢 他还让我们留下来啊 请我们看他那天晚上的一个演出啊 整场演出啊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好看啊 很精彩啊 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 然后他其中呢 有一个魔术 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个扑克牌的魔术 刘谦在表演之前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为了增加这个魔术的难度 我刘谦 我全程不碰这副扑克牌 于是他就请了个观众上台啊 告诉这个观众该怎么做 他说首先你洗牌啊 然后抽一张牌啊 写上这个名字 然后放回去重新洗牌 然后他问一个观众 你喜欢哪个数字 他说啊 我喜欢十二 那你看看第十二张牌是什么 一看就是刚刚签名了一张 哇 现成掌声雷动 一位太神奇 太厉害的这个魔术 当时我看了我就想 我天啊 刘谦都没有碰那副扑克牌 那么这个魔术 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都没有在变魔术 是那个观众在变 刘谦就是个暴墓的 我甚至怀疑那个观众才是魔术师 不然你怎么解释这个魔术呢 是吧 比方是请我这种观众上去 你喜欢哪个数字 五千六百七十二 刘谦都猫了 那四十五就等于十二了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其实我对你就一个感觉 就是你 你的粤语脱口秀 跟你普通话脱口秀 你是两个人格 你在粤语脱口秀里面 是气场非常的锐利 那样的你才是优秀的 但普通话这一块 你还是要锐利起来 气要大 你现在气有一点点 no more 然后就 就是你 就是还是很好了 还是很好 完了 好 恭喜 我觉得你很稳 没有受这个影响 按自己的节奏去走 然后还有一个 我比较喜欢你的点 就是你的语速比较快 你能在语速这么快的情况下 还能够去把这些梗 都抛出来 而且是有节奏的 按着你的设计 去这么去做 其实不容易 我挺 我很喜欢这个 然后再给你 我也亮一个东西 谢谢 我很喜欢 然后他其实前面 我们去年这一年 他演很多的情景小剧 他这个情景感的演绎 其实做得非常好 我们看过你的那个 广东话的透秀演出 你整个人好像都变得聪明了 然后 包括 是不是我多蠢了呢 现在好蠢啊 然后说普通话的话 会 就是因为这个表演的方式 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真诚 好是我们肯定都觉得 很好很好的了 那我们就一致亮灯了 然后恭喜 谢谢 我们的小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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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建国是亮灯的吗 建国亮没亮 亮了亮了亮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看得好 好谢谢 不是 但是我又给他按掉了 对 因为他说这个灯要对很费电 所以又是在我家录的嘛 所以 哈哈哈哈 他 不要用的是家里的电 对对对 所以是我们今天第一位 直通透球大会第三季的选手 恭喜 恭喜 拜拜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截止目前的比赛情况 腾讯视频 4月14日起 每周二 周四 中午12点播出 我